为了缓解血库的存量 花园国际清商会每年都会定期举办爱心捐血活动 号召青年伙伴管秀捐热血 而今年远东百货花园店 中华捐血人协会 市民代表谢豪杰、蔡易洋等单位也共同来协办 3号的上午带来了各式礼品 在圆柏和平广场前举办了捐血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人一同来响应 为了舒缓血库存量不足的问题 花园国际清商会3号 特别在远东百货花园店和平广场前 举办公益捐血活动 号召青年伙伴热情晚秀捐热血 我们清商会每年都会跟社区结合 来办理捐血的活动 那也希望每年都能继续延续下去 然后加上我们的会友 然后会努力的会一起来捐赠我们的物资 然后来协助这个活动的办理 希望鼓励能够捐血然后救人一命 而今年远东百货花园店 中华捐血人协会 市民代表谢豪杰 蔡宜阳等多个单位 也共同协办 带来各式礼品 希望能吸引更多人一同响应 因为疫情再起 然后再来就是最近的天气 非常的不稳定 那但是病人呢 并不会因为这些状况而导致 就不需要输血 所以目前的安全库存量 就只有6天而已 那其中呢 O型最少了只剩下4天 那已经就是在缺血的状况了 那欢迎我们的民众呢 可以踊跃来监选 花莲捐血站表示 目前花莲的血库存量只剩6天 远远不足7到9天的安全标准 而其中作为缺乏的 就是O型血 其次为A型及AB型 花莲国际青山会 这次透过活动办理 让热血青年服务社会 就是希望能号召更多人 舒缓在疫情中的缺血困境 花莲青山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